今天天氣超級無敵好 看到我戴帽子 英靈通智еру 然後英靈入侧 大家就知道天氣超好 你們看這個大藍天 你們看這個台階 我的媽呀 好累喔 景色很好看 就是太累了 看這個天氣是不是超好 就是樓梯有點多 然後裡面還有冰淇淋 誒這是靜甲嗎 這個有點太商業化囉 那個Mikuchi是年次時代39年的 它就是說內容跟它是一樣的那種感覺 旁邊還有英文版的 我發現酒桌這邊它的神社 它常常的底字就可以寫 神社也是需要賺錢領運的吧 但是因為玉珠印很漂亮 所以就買了吧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這一個 還有一個是東照宮 我發現日本其實還蠻多東照宮的耶 然後再來呢 這應該是夾書籤的那一種 第一個套裝可以選兩個 它這個有兩款 一個後面是那個神社的樣子 然後但是我是選這個NLG的 因為神社的我已經選了這裡 它為什麼會有幼稚園啊 你們說為什麼這些神社都要蓋這麼高呢 爬了一段還不夠 還要爬 你們看看你們看看這個階梯 合理嗎 都沒有人 我就不拍正殿了 因為我覺得這樣不太禮貌 這個狐狸聖殿道河大色 我就拍到這邊 大家可以來 因為這個鳥居你要拍照的話 雖然沒有那個 京都那個那麼誇張那麼長 但我覺得拿來拍照 也已經很有效了 很有用 就是拍起來會很好看 那就先這樣我去打個招 我很喜歡那種鳥居這樣子 一環一環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就是看你有沒有誠心爬上 每個神社都是這樣子考驗等等 這邊最有趣的是它旁邊有幼稚園 可是我覺得我應該不能去人家幼稚園參觀吧 這樣好像變態了 我們下一站再見 大家掰掰 你們看他們就是會有這種路面的電車 所以他們會有那種地下道 就是它都會寫這個是往哪一個站的樓梨巴 然後我等一下是要往石橋 所以我是從這邊要上去 又是樓梨 是我進講的這個站 它就像普通巴士 然後是這種路面的 看車車來了 今天就到了 都要向你那邊趁機 princ.com 都要向你那邊趁機 然後是著我 去波子 那邊趁機 去波子 去波子 今天在爬的嗎 好累喔 我看那個好東西耶 太扯了啦 你們看 這是什麼樣的地方啊 會有電梯 太扯了 但是他的票很有趣嗎 相機不要對焦他的臉 我的臉在這好嗎 我在這 這就是普通的Menu 我是覺得他的這個票蠻可愛的 然後他裡面有一個地方 在施工沒辦法進去 但我覺得還好 我可以少走一個屋子 長期的風景 然後你也不用動 你就看就好 我覺得他非常非常的棒 是一個很優秀的 雖然還是要走一些 但是呢 我覺得已經非常棒了 我喜歡這裡 我真的很喜歡長期耶 你問我怎麼不動啊 你問我怎麼不動啊 啊 動了 你把這個變成用嗎 你有什麼強調整得到呢 你剛剛說得到對面 你跟他不動啊 你才不動啊 你叫我們家吧 你叫我一把你 你叫我一巴塵 你就不動啊 你叫我三巴塵 你叫我走 你叫我出很久 因為啊城崎這邊它靠海 所以它以前 你們去學它那個歷史 所以它會有很多這種船的東西 我好喜歡這裡喔 各方面都很喜歡 它旁邊有一個就是那種 帶那個可以3D看的 然後一次是500塊日幣 它這邊風就是挺大的 我是不知道夏天怎麼樣啦 620我覺得完全沒問題耶 那邊那個寫真寬 你們可以在這邊租衣服 所以你們看路上有些人會穿一些衣服 然後就是都在這邊住 舊住宅 它這個屋子挺小的 沒有很大 最後決定在戶外吃 給你們這個 然後還有一個Chicken 吃飽喝足繼續努力奮鬥 上前邁進 這是什麼奇怪的口號 這是什麼奇怪的口號 這個是長崎的祭典 嗨大家 我現在在長崎美術館的旁邊 剛剛忘了一下自己也在他們的台邊 然後有一個超級不大的公園 這個室館就在那 對面 這個是門跳 先讓那邊是入口 但是它這邊沒有辦法使用三腳架 所以我腳架我會先收錢 然後我會拿相機進去 參觀這個樣子 這個展啊 大部分是沒辦法拍照的 有一些是可以的這樣子 有孔溝的應該沒辦法站在這裡 誒 屋上的庭園是這樣子 空中回廊在那邊 這個是我 這邊有一個吃的 可是它到五點就關了 你們看這個走廊多美 大家看到這個醒目的門 就知道長期有中華節 不過應該也不意外就是了 然後對面是那種 什麼公園的 應該是之前的那種椅子 哈囉 我現在是已經回到飯店了 因為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剛剛吃的晚餐 它是在我飯店的附近 然後它叫義雄食堂 它是一個很老的店 所以如果你喜歡那種老店的氛圍 的話我覺得是 非常的推薦大家去 所以我剛剛吃了一個 豬肉的定食 就580塊日幣而已 然後它還有附沙拉 然後還有茶 還有水 還有湯 還有豆腐等等 所以你們真的要求不要太高 好吧 然後 這個是我剛剛在那個 回蘭路上市場買的草莓 它是長期限產 應該至少有20顆吧 不到300塊日幣 很便宜耶 這樣子 長期限本地產的 我覺得就已經很棒了 好 那大概是這樣子 我在長期的最後一個完整的晚上 就到這邊結束了 明天機床見 掰掰 對 那快點 在那邊 我們來看 對不對 還有一回 那現在大家在那裡 怎麼可以 雞尾 你要想可以